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先從中美之間說起 最近王毅和布林肯又通話了 而這時間點蠻巧合的 就在澤倫斯基訪問美國之後 好 王毅外長這段話說得鏗鏘有力 我們來聽聽看 美方不能一邊要對話 一邊搞遏制 一邊抬合作 一邊捅刀子 這不是合理競爭 而是無理打壓 不是控管分歧 而是激化矛盾 實際上還是搞單邊霸凌的老套路 這在中國過去就行不通 今後現在當然也更行不通 美方必須看中中方的正當關切 停止遏制打壓 中國的發展 尤其不能以切香腸的方式 不斷挑戰中方底線 昨天跟澳洲講什麼 不要翻燒餅 不要炒冷飯 不要再走回頭路 今天跟美國說 不要切香腸 原來翻燒餅跟切香腸 是讓中國大陸非常感冒的兩件事情 剛好還都跟食物有關 所以這種很接地氣的形容方式 總讓人覺得中國大陸講出來的話 真的是很有力 立場站得很穩 那根據中國媒體報導 布林肯也提出了 美方願意負責任管理美中關係 繼續奉行一個中國政策 不支援台灣獨立 好啦 這段話我已經聽到爛了 我也聽到煩了 我也知道你都是隨便說說而已 你不支持台灣獨立 那你搞個百億軍援 欺騙我們台灣人的感情 幹什麼呢 你不支持台灣獨立 你整天在南海 在東海 在台海 不斷展示你的軍事實力 又是幹什麼呢 你不支持台灣獨立 你想方設法 把你的政治人物 國會議員送到台灣來 展現你們抗中保台的決心 那你又在幹嘛呢 所以別再翻燒餅 別再切香腸 更重要的是 別再抹黑中國大陸 最近我剛說了 因為清零政策的關係 所以中國的疫情 似乎又成了美國 拿來大作文章的武器了 我們來看 射擊對白 新冠起源是你 疫情現在可能蔓延 都是你害的 都是習近平害的 是嗎 我們來看 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 連續兩天 針對中國大陸 現在清零之後的疫情 染疫狀況 很有話講 在19號他說 美方擔憂 中國疫情肆虐 導致新變的病毒株出現 就是因為中國大陸 疫情太嚴重了 一嚴重染疫的人一多 可能就會產生新的變種病毒 這變種病毒一旦出現 恐怕又要擴散到全世界 我就想請問美國了 過去這段時間 在中國大陸放鬆清零政策之前 全世界疫情最嚴重的是哪個國家 就是你美國啊 就是你死最多人啊 所以你要擔心會不會因為 疫情太嚴重 產生變異株或變種病毒 那你應該先脫光光 照照鏡子 檢視一下你自己國內的疫情狀況 而不是在中國大陸放鬆了管控 現在疫情稍微升溫的時刻 立刻抓住這一點 來大作文章 否則真的滿沒品的 另外在20號 還來再加碼 說美方願意給中國提供疫苗 美國是最大的疫苗捐贈國家 各位從19號到20號 美國國務院連續兩天的說法 衝著中國大陸的疫情而來 其實背後有判算 比如展現我美國的正義感 你看看 雖然我跟中國大陸處不好 雖然中國大陸威脅全世界的安全 但是看到他們人民受苦 我還是一個正義的老大 我是個全球的霸主 我還是願意給他疫苗 你看我美國多有正義感 我復仇者聯盟 我超級英雄 我願意拯救一個不講人權 我願意拯救一個 只會威脅全世界的共產國家 美國好棒棒 第一 第二 告訴全世界 你看中國大陸防疫能量可能不足 沒有疫苗可以打 或是疫苗沒有用 所以必須靠我美國 全世界最棒的疫苗 提供給中國大陸 來救救中國大陸 所以你看這一方言論 表面上看起來 似乎是釋出善意 但背後的那一些壞心眼 昭然若揭 我們就來看看 美國說它是全球最大的疫苗捐贈國 真有這麼大方嗎 這都是過去的新聞標題 我一一唸給大家聽 來 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美方搶購26億劑的疫苗 高價賣出還大賺黑心錢 我們來看看 莫德納的股東們大為光火 高價出售疫苗給欠發達的國家 高價賣給各國政府救命疫苗 莫德納遭批截貧 再來 美國囤積超過2700萬劑的莫德納 以及3500萬劑的輝瑞 這是美國自己 疫情控制中心的相關統計 寧願過期 他都不願意提供給有困難的國家 你不是很大方嗎 那為什麼 2700萬劑的莫德納 3500萬劑的輝瑞 你要放到過期呢 來 全球疫苗難求 西方復國囤太多 做事數百萬的疫苗過期 美國丟棄8200萬劑的新冠疫苗 用不完 美國三州有35萬劑的新冠疫苗 要過期 過期怎麼辦 我就把它銷毀 再來 美國說要捐助疫苗 是不是都在騙人呢 之前有媒體說 拜登口出狂言 說要捐5億劑疫苗 英國就吐槽了 大家都知道 根本不會實現 美國媒體 也質疑美國政府 西方囤積疫苗 非洲被排到後面 還有 美國還欠台灣疫苗 請問 什麼時候 要還 你還欠我疫苗 這疫苗還是我們買的 不要說贈語 我們買的 到底到貨了沒 到底都拿到了沒 政府也沒講 美方也沒說 來 當時美國民主黨議員就說 會再多送台灣400萬劑的疫苗 美方還出來澄清說 抱歉 我們根本沒有額外捐贈的計畫 所以你看看 普萊斯的說法 很明顯 就是為了要 針對中國 甚至要消費中國 吃中國大陸 現在人民 深陷疫苗之亂 痛苦的豆腐而已 這算得上是一個霸權國家嗎 這能算是全世界的 超級英雄嗎 繼續往下看 現在 美國說 中國大陸 如果疫情嚴重 可能會出現 變種 可是 全世界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是已經死掉了 100萬人的 美國 如果會出現 變種 那你美國 不早該出現了嗎 這個毛寧 中國大陸外交部就說了 疫苗加強針接種 正在有序推進 藥品跟檢測試劑 可以滿足需求 所以 美國的好意 中國心領了 美國的盤算 中國恐怕也是 了然於心 我還是提醒大家 我們台灣是過來人 我剛剛就說了 當時 我們的疫情爆發的時候 我想 大家都有經驗 也都曾經在 這個節目上面 批評過政府 口罩也要搶 藥物也要搶 快篩也要搶 疫苗也要搶 我請問 哪一樣在台灣 沒有被搶過 哪一樣 當時民進黨 沒有被罵翻 哪一樣 沒有讓台灣人 嘗到疫情爆發的痛苦 奇怪 當時美國怎麼沒有來批評蔡英文政府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 讓人民買不到東西 然後全世界西方國家 這個大規模的報導 大肆宣傳 去看看我們台灣排隊的人潮 還有人搶疫苗搶到 摳該摔倒在地上 頭破血流 還因為排隊吵架 排隊中暑 排隊冷到中風 怎麼美國都沒有來報 現在中國大陸清零 這個防控降低 疫情起來了 開始大規模的拼命報導 似乎要渲染疫情 又從中國可能重新要蔓延全世界 來 木槿大使 這個所以就是不要上當 就是說他叫你怎麼做的時候 你真的聽他了以後 然後你做了以後他又改口 他反正基本上就是永遠不會說 說你好話 永遠就要批評你 你要知道在美國這種 美國的這種政治制度底下 他們非常會怎麼樣 對於敵手的這個 只要認定你敵人 基本上就是妖魔化你 這個妖魔化這個字 其實用在國外還比較少 美國國內常常相互妖魔化 我們現在常常看這個 你看這麼多這些 媒體上這些短片子 都是有關川普 都是有關拜登的這些 不是講錯話啦 又是怎麼樣 又是搂別人的手啊 什麼牽別人的手啊 這些都是誰在做的 這些都是共和黨的媒體在做 然後呢 民主黨的媒體呢 就每天把川普的所有那些地方 不斷地拿出來播放 其實這都是美國 美國國內政治常用的 所以你在美國 你如果是他的敵人的話 他就會用這種方法 就是用這種方法對付你 你今天這樣做 他批評你 你清零 你成績這麼好 你做得這麼好 你開放 他也批評你 你開放 他批評你 所以你在清零的時候 你要做決定 完全要靠自己決定 天萬不能聽他們 聽他們你就完了 那因為你聽他們完了 他的目的可能就是希望你 他的目的就是希望你一團糟 然後找到證據 認為你只是 你就是會搞的一團糟 那所以啊 你在他的眼裡 就是說完全一無四處 這個時候最重要 你要照自己的 實際狀況 找到自己最好的處理方法 千萬不要 隨著他們的拍子跳舞 當然這次王毅講的話 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 而且是講得非常白了 這次更直白了 可是中國大陸就已經 非常清楚 美國在玩什麼 兩面手法 說一套 做一套 這種的方式 其實對於 現在夾在美中之間 最敏感的台灣問題 是非常不利的 為什麼 因為中國大陸會完全不相信 美國人說的 任何什麼 我奉行一中原 一個中國政策 我不支持台灣獨立 這種講法 那大陸的解讀就是說 你做的話 你一定是什麼 你搞 你根本就沒把 一個中國政策放在心裡 你所有人做的 會剛好相反 你就是在支持中 就是在支持 這個台灣獨立 你希望兩岸用 和平方式解決紛爭 那就錯了 你就是希望兩岸用什麼 用衝突的方式 來解決紛爭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中國大陸一定是 做最壞的打算 在台海這個 隨時是準備一戰 因為美國現在這個政府 真的跟過去的政府來講 尤其拜登 尤其尤其的什麼 尤其尤其的講話不算話 其實你看前面美國的政府 雖然你看 在這個之前 這個 比如說 這個川普 川普 雖然是一個 怎麼講呢 是一個很霸氣的人 可是他是真小人 起碼他是真小人 他是真小人 那拜登非常偉君子 嘴上講的是什麼 人意道德 實際做的一套 男道女娼 這個真的說 說這個 說這個 說這個拜登 真的一點沒錯 然後你看他上來挑起 世界多少的衝突 今天俄乌戰爭 川普就講說了 如果我在這場戰爭 打不起來 川普是這樣講的 我也認為是如此 拜登上來沒有多久 就把這場戰爭吵起來 而且你看這場戰爭 打到現在 美國還在不斷的加碼 你就曉得他用心 有相當的很多 表面上好像很瀟灑 再這樣 我覺得 我覺得 這個拜登 是一個非常 陰狠的人 陰狠的人 表面裝得嘻嘻哈哈 好像一回事 心裡面 是毫無 只有美國的利益 別人的利益 別人的人命不值錢 別人的國家 隨時可以践踏 講出去的話 隨時可以反悔 要不然我講出去的話 我做的跟 跟講的相反 臉不紅 氣不喘 這就是 這就是拜登 其實美國很多政府裡面 我的觀察 拜登 特別嚴重 就特別嚴重 特別嚴重 那我不曉得 他是這種 漠視心態 還是什麼 他覺得或者 美國威脅很大 因為這個世界 過去 我跟 我跟這些西方人 交往 就是說 如果他認為 這個 這個環境 是屬於 叢林的話 是一個 Jungle的話 那他就用叢林法則 他也跟你玩心機 玩一大堆 他比你更會 更會 投機取巧 投機摸狗 那是沒有 沒有遊戲規則 可是現在 這個拜登 是有遊戲規則 他呢 明白 踐踏 而且呢 還說 他是對的 然後 我是Rule Base啊 人家就問 你這個Rule是什麼 Rule啊 我們講的是 聯合國的那個Rule啊 我們講的是 聯合國大家 簽的那些 條約的Rule啊 美國道歉不講清楚 美國的Rule 最後簡介 就是他定的Rule 這個就是霸權 對他有 利的 規則 對他有利的規則 一切都對他有利 對啊 那你說 你說現在 現在 這個 這個 美國這次的 WTO的有關這個 這些鋼鐵的 這些案子 他敗訴 美國的 美國是自自不離 全天后 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電解磁磁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呢 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呢 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 水神生成精呢 這是上我們的 快點GO